9月22号星期日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舒心 三天前在安邦发生一宗 85岁怀疑老父被人杀害的命案 警方当天也逮捕了老父的小儿子住查 而今天刚好是老父出病的日子 警方特别安排了小儿子到现场送母亲最后一程 亲友们也打起伞阵保护他 老父的儿子是在今天早上9点40分 在四名便衣警员押送下送达吉隆坡语化院 他身穿白色丧服面带口罩 到场沾养母亲最后一面和送别母亲 逗留了大约45分钟 这整个过程都在亲友们的黑色伞阵下保护进行 外人们完全无法看清嫌犯的样貌和神情 现场气氛十分哀伤 几乎所有的亲属都哭红了眼眶 就连协助押送嫌犯的一名女警也被感染 频频擦泪 由于最终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嫌犯送别母亲后就被警方带回警局 继续延扣到本月24号 一名毒刑匪企图利用爆炸物炸开提款机抢钱 结果抢钱失败反而触动了警铃 只能齐磨多落荒而逃 最终案件今天早上7点左右在柔佛新山柔佛在野花园国民储蓄银行发生 根据一名目击者透露 案发当时听见一声爆炸声 也看见匪徒从银行跑出来 没想到的是匪徒居然再次进入银行恶度引爆 现场传出第二次的爆炸声后 警铃也马上响起 匪徒只好空手离开现场 这达成警局主任依斯迈透露 现场其中一台提款机被炸毁 旁边的玻璃也被炸碎 幸好没有造成人命伤亡 警方目前也在积极追查匪徒的下落 原本在昨天的槟城国际会展中心 有一场台湾歌手陶哲和信参演的国王歌手演唱会 不过因为主办单位无法还清歌手的酬劳 演唱会临时宣布取消 这件事除了让现场歌迷十分不满 有关的主办单位接下来好几场演唱会 也成了歌迷们关注的焦点 随着陶哲和信联手呈现的国王歌手演唱会临时取消 主办单位WGW Entertainment被爆出 为找文件和没有支付演唱会费用 最佳公司接下来即将举办香港乐团 Beyond有份参与的Massive Worldwide Festival 2019 以及周华健爱在云端演唱会 歌迷们都很担心会遭到被临时取消的后果 WGW Entertainment的董事之一赖光辉今天特别召开记者会 他坦诚自己并没有涉及筹办国王歌手演唱会 不过在得知协办单位被拖欠120万令吉为款后 他以个人名义汇款10万令吉给对方 却没想到演唱会依然被取消 赖光辉也说他已经针对有关事件向警方报案 本报记者今天也特别走访WGW Entertainment的办公室 不过却大门深锁无人回应 尽管如此 WGW Entertainment负责人Hendrick黄成红 已经在凌晨时分向观众和歌迷道歉 他声泪俱下地说 该公司会承担所有的责任 并且会在公司的官方网站公布退款方式 换个焦点 虽然华弹小找一字单元的课题最近淡了下来 但是民政党却没有放松 四天前在槟城高庭入禀司法审核 要求取得庭令 撤销在华弹小推行任势找一字单元的决定 并且将大马中央政府 教育部 教育部长马智里 以及副部长张念群 列为四大答辩人 对此张念群大方表示 大家法庭见 民政党主席拿督刘华财 在本月18号入禀法庭 随后在代表律师兼党总秘书 麦家强的陪同下召开了记者会 他说 教育部要推行任势找一字单元的理由 无法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 还抵触了联邦宪法 教育部在推行这个条例法的时候 都没有得到大部分人的同意 包括美政党在内 也看到这个是说 政府具有一个孤立周权 也没有提醒社会的物件跟看法 特别是华社跟民主力的看法 所以我们今天就正式采取 这个所谓入禀司法的审核呢 要求聘令 张念群今天出席2019年第五届 吴德方结出华文教师奖颁奖典礼后 针对有关课题做出回应 他大方表示 入禀法庭是对方的权利 大家只好法庭见 来关心香港的消息 香港反送中的风波持续燃烧 昨天举行的光复屯门公园游行 再次发生警民冲突 有示威者焚烧五星旗 抛汽油弹 围攻警员 甚至有人试图抢走警员的配枪 光复屯门公园游行 在昨天下午举行 下午三点 游行队伍抵达终点站 屯门政府核数 随即就有人拆下屯门大会堂的五星旗 并且点火燃烧 尽管游行在下午四点宣布结束 但是人潮依然没有散去 有示威者在轻快铁站向警员叫嚣 照射激光笔 破坏轻快铁站 还要取走稳定路轨的碎石 直到下午五点 警方开始释放催泪弹等等 驱散示威者 过程中有警员被黑衣人围攻 混乱中还试图抢走警员的配枪 幸好及时被制止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此外 香港网民也在今天 再次发起机场交通压力测试行动 大批防暴警察从中午开始 在客运大楼外驻守 还出动了水炮车和装甲车到场戒备 我们的新任国家元首 苏丹阿都拉陛下和元首后 东姑阿兹扎 可说是出了名的亲民 最近陛下和元首后 又被拍到购买街边美式的画面 或许是食物太诱人 两人还当场开吃 十分有趣 新闻最后就给大家送上 当时的现场画面 我是舒欣 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 再会 幸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